新元蔡一静正是关切花莲新生额死亡率 高级救护技术员原住民的比例 还有县府对于畜牧产业的愿景等议题 蔡一静表示 花莲县政府不断的推动智慧城市 但是部落间基本通讯信号却不够完整 而马他安部落关心的风雨计划 从102年讨论经过多方努力到现在 期盼县政府赶快动工顺利进行 新元蔡一静在12号的县政总质询 向花莲县府、卫生局、人民处、农业处、消防局等单位 以及县长提出咨询 关切花莲新生额死亡率 高级救护技术员原住民比例 县府对于畜牧产业的愿景 环保科学园区等议题 蔡一静针对花莲智慧城市基本通讯以及风雨计划 期盼县府应落实讯号在部落间的稳定、普及 以及确实加快风雨计划的进行 因为风雨计划是从我上任以来 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个计划 因为那是我们马泰安部落一个非常大型的计划 我们的土地的取得都没有问题了 那接下来就是建筑执照的取得 那我期盼县府一定要再更加速的进行 因为我们这个计划已经非常久了 从102年的时候开始进到部落去做讨论 到现在我们也延了很多次的那个计划的期程 那我们期盼真的尽早动工 我是希望县政府这里有一个主折或者是有一样的平台 怎么样去盘点我们讯号较落的地区 那在工部门的部分呢 在中央也有很多的讯号的部分可以来做协助 不管是NCC或者是我们园民会或者教育处这些 他们都有相关的计划 那我期盼我们的花莲是可以真的把我们的通讯用好 因为通讯其实可以改善拉近很多的距离 蔡一静也提到鱼人枯竭导致阿美竹海记抓不到飞鱼 要求农业处掩拟禁鱼令相关法规 公告每年春季在风冰山海域 划舍飞鱼的禁鱼区禁鱼期限 最后蔡一静表示 昨天收到光复香马佛部落社区发展协会 关于捕封案的陈情书 县府是否有收到 随后将陈情书递给县长徐正蔚 强调县长是族人的好朋友 应该事前多沟通 资商取得部落同意 记者长方言华联市报导